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Nits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其实在当代 难民它已经不再是战争后的专属的产物 例如世界银行就公布 它估计到2050年全球就可能产生1亿4000万名的气候难民 对 是因为气候变迁所影响的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过去跟现在 气候变迁对我们所发生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在2019年的时候 英文世界里寒水会结冻的牛津字典 把代表字给了气候紧急状态 气候紧急已经取代了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更升级成全球热化 亚马逊大火 加州野火 再来我们回来看看台湾 2018 2019 2020年的夏天 全球都热到破表 当然包含台湾 2016 2017 2019的6月 即将雨炸台 毁了大马路跟我们的机场航下 而此刻台湾正在经历56年来的最大干旱 陷水到底有多苦 或者我们还要特别问 如果陷的还是台湾的米仓 嘉南一带的虚用的水 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地球ICU的主持人 中研院的前研究员汪中和老师 也常常在节目中提醒 地震是台湾在星星板块上面的宿命 多而小 这样子的地震发生的形式 其实对台湾最安全 可是921后的这几十年来 其实地震却在他们的研究里面 显示是过于的少 所以恐怕有一次性爆发的大危机 总而言之 如何打造现代方舟 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 要从都市计划的大角度 到单一建筑的这样的规模 来谈一谈这一件事 我今天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 他是来自明传大学建筑学系的教授 同时他是教育部防灾校园计划的总主持人 内政部生根计划的共同主持人 以及行政院灾害防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他是王介聚教授 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 这个我们在之前就常常看到 报纸引用 刘绍成院士做的研究说 台湾25年后的汗烙 听众朋友就是干汗 以及就是大淹水 这个汗烙的情况会是现在的百分之百倍 天宫做什么 我们坦白说 人为很难去控制 可是呢 我们常常听到专家会谈到 所谓的洪灾任性 以及暴雨管理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 可以去因应的某种程度 叫做武器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 必须要更深入 其实对水来讲 它是资源 但是对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讲 我们长期以来 因为政治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水当成灾害来看 因为政治 所以政府在长期以来希望民众怕水 可是台湾就是一个海岛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不去面对水这个议题 那台湾的高山跟我们的整个河道非常的陡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去重新去认识台湾这个环境的特质 那水基本上就是一个总量跟路径的概念 这个总量跟路径 它其实不会去分行政辖区跟边界 所以我们必须从上位的国土计划 都市计划一路考虑下来 台湾的现在这个时间点 刚好我们正在拟定我们的国土计划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国土计划会决定 每个地方它应该做什么样的使用 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也决定了这些地方 它对于水的一个需求 可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发展里面 我们比较缺乏对于资源想象的这个概念 暴雨管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它必须把水当资源来思考 那这个水从三度空间从天上下来 如何蓄积到它可以下渗到地底下 这个就是一个三度空间的这个概念 必须重新在国土计划到都市计划的思考里面 让它回应到我们的规划面 所以在国土计划之下 才会进到整个都市计划的想象 台湾因为整个这个发展里面 我们太少去思考 这些自然资源应该存留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整个都市的工程里面 我们急着把水排掉 那把水排掉 水是雨水下来是淡水资源 我把淡水排掉 它进到河里进到海里 它就变咸水 那反而造成了 是我们的水的下渗的一个状况不良 那我刚才提到水是总量跟路径 当它下下来的水 它没有办法透过三度空间的调节 它很快的被排走 一定会形成一种状况 也就是水排不出去 那水排不出去的这个状况 它就会导致淹水 那我们现在在空间上的另外一种想象制 我们希望让水停在可以适合的地方 应该要这么做的 那这个就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看 它必须透过都市规划来处理 所以暴雨管理的另外一个角色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因地制宜 因为地势的高低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引导水的特性 我们从小就学到水往低处流 所以这些水它往低处流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让它停留在公园 停留在广场开放空间 停留在学校的操场 所以有几个在规划上很重要的重点 它可以停留在这些点 然后让它慢慢的停留下肾 那不要去影响到马路 第二个层次是它影响到马路 可是它不要影响到住家 所以这个是几个层次的这个概念 必须要进到规划的 都市规划的体系里面 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是急着把水排掉 一旦这些水都没有了 它就会变成我们现在在面对的旱灾的状况 也就是我挤不出水来 我就是没有水 那我又没有把水蓄积在我的地下水库 也就是我没有浮流水 我也没有地下水的状况 要水利署去把水挤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它要做人造雨 它也必须要有云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之前一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其实有没有水是影见署 甚至是国发会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必须从规划面来解决 而不是从后面的工程面 工程面解决不了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是从暴雨管理的时候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怎么样把水当资源 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敌人 那当然这几年也开始有一些提议说 我们要做海水淡化厂 这个又是更末端的概念 也就是它有点缓不济及 因为它要时间 而且它成本很高 澎湖现在有在做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走到最后这一步 当然很多朋友会提到说 新加坡也有很好的经验 这个都是因为它的国家有某一种程度的限制 台湾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重新去思考 整个在土地使用上 我们有比新加坡好太多的一个优势 必须从土地的三度空间去思考这个议题 而不是以来后端的工程跟设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台湾而言 我们常常说台湾宿命是台风 台风来了 然后我们就说水赶快排掉赶快排掉 不然马路要淹了 淹进住家 那个政治人物可能就惨了 但是台风不来呢 像是今年的这个暑假 台风没有来 结果现在我们就在经历 就是过去半世纪以来 很辛苦的一次的感旱 特别是北部比较没有感觉 中南部感觉很强烈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 当我们在把这个观念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实际的政府的组织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下到 就是民间的许多的建设开发的行为 您觉得这个骑程的转变可能要多久啊 或者说有什么国际上面的前车之鉴吗 因为您一直强调说 我们不是从末端的工程面 在想说可能水库的淤积要怎么样清啊 我们可能要从规划面 把水流在该流的空间 对这个其实要从政府愿意面对 气候紧急状态开始 OK 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复杂 已经不是十年前在面对台风跟干旱的状况 OK 现在的台风少 可是它可能来了一次就非常的剧烈 是 那所以以前的这个观念 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的来调整 对政府单位来讲 气候紧急状态一直是所有的政府单位 不只是台湾 各个国家都一样它很怕去碰触的议题 因为它对于未来要有一定的想象 可是这个想象的趋势到底有没有办法掌握 有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公务体系里面 它必须要有政策去引导 那这个就又牵扯到政府首长对于这件事情 它所关注的时间长不长远 如果我们的选举就是四年一次 大部分的政府政策大概就是四年 这个四年大概解决不了我们长时间的问题 不想要讲它是必要之二 但问题我们就是 而且说起来四年选举 某种程度还是两年 因为可能中央然后地方这样子交替 就会使得一个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所以对我们政府的首长来讲 其实像美国它其实不管你是哪一党在当政 它有一个2030的策略计划 甚至现在在拟定2050的策略计划 一个国家是必须要看得长远的 它很多大的方向大的方针 不管你的政党属性如何 整个国家的思维必须要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那这个必须要更高的政府首长 愿意对这件事情是看到 而且愿意开始去面对的 因为对所有做灾害管理也好 做危机管理的人来讲 愿意面对才是开始 那第二个才会进到 那我们现在在整个政府体系里面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政策体系的环境 一个是空间体系的环境 这两件事情必须要去搭配 那国发会它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它在整个 这两个政策体系跟空间体系 它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主导性 所以它算是一个蛮上位的组织 才可以都影响到 而不是一个末端在执行什么 营建署这种组织这样 或水利署这样 因为它叫国家发展 所以它某种程度必须要去引导这个国家 对于更未来的思考 那当然目前为止有一些政策 口号其实过于响亮 但是实质上的内涵 并没有反映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谈前瞻计划 它是不是够前瞻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议题 比如说荷兰它现在在做的计划都比我们前瞻 因为它已经开始在思考怎么样把地还给水 不可思议 不是与海争地 而是把它还给大自然 因为它也走过一样的过程 它也走过一样跟海争地的过程 可是它发现人的力量 毕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可能胜过大自然的力量 那这个过程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借鉴 因为我们也在走这个过程 我们以前都觉得说我们的迦南平原是我们的米仓 可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包括它的下限 包括海平面的上升 其实对这块区域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往 比如说像嘉义台南的海边走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可能慢慢的水的影响都又更大 但是这些水是咸水 它其实是从海上来的水 它对于我们所需求的淡水的资源又不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把它视作量仓 可是它的海平面上升 海水入侵地下水 土壤咸化的状况 已经开始在影响整个国土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都是必须从整个国家的角色去看待 那这个角色看待清楚 它才有办法去指挥 从营建署这边慢慢的再去做 不管是都市计划也好 各个地方应该做怎么样的发展也好 那台湾现在在都市计划 其实有一点太过于去强调整个经济发展导向 是这样的 之下的土地使用 所以如果各位仔细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都市土地的分配 我们的公园比例偏低 我们的开放空间比例偏低 但是这些土地它反而是可以提供给缓 我们作为跟大自然共存一个缓冲的空间 那相对的我们又不断的在变更森林 把山林地变更成农地 把农地变更成建地 那这些又让我们第二层次 在跟大自然共存的这个缓冲又退缩了 所以这些工作都必须透过规划来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 不管是台风也好洪水也好 其实我们目前的基础设施 它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现在的区域排水去处理 因为区域排水在思考的量是平时的量 而不是来一次突然非常巨大的量 两种思维模式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导致我们现在的整个区域排水失灵 那这个都还是在一个把水当灾害 当敌人的一个思考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想 其实公园也好 这些开放空间也好 或是甚至我们会看到台塘最近很多土地的释出 国有土地的释出 这些土地是不是要将都是释出去作为建地使用 这个都要思考清楚 因为它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的土地 它也是下一代在面对 他们要因应更大规模灾害的缓冲 可是我们这一代把所有的下一代可以用的土地都用完了 当它开始是私人化的时候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提供出来作为大众公共利益的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在规划层次里面会去讨论的课题 第三个层次才会去讨论建筑 建筑其实很末端 我今天去装防水闸门也好 我今天要求你出流管资金流分担也好 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末端的 所以从不同的空间尺度 我们必须重新去给水有空间 必须重新去建构一个跟水共存的一个认知 这是我们在面对水这个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是气候变迁真的不是只有所谓的核律对决 听众朋友我在讲的就是不是只有能源议题 还包含要国家部分党派的 为了就是我们存去的这个大自然 这个自然环境做长远的规划 那我刚刚听到就是王老师您举的例子 我也意识到说 其实我们不是在谈反经济发展 我们在谈的是为了永续 我们可以在兼顾的情况之下 做到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因此其实在许多的政策拟定的时候 我想他要有一个科学依据 就是有学研的科学依据在后面支撑 例如不论是从所谓的CP值 就是我这个政策这样子 CP值在决定就是到底政策的优先次序 到底什么先做什么后做 或者是做什么效益比较大 所以我可以先做 您觉得在针对就是 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防洪灾 或者是暴雨的管理这件事情 在整体的公共资源投注在学研 研究这件事情的量能看起来已经是足够的吗 这几年其实我们在这一块的学研是有成长 在科技部里面 他有一个自然式的防灾学门 那防灾学门跟他不管是原来 他有土木水利的工程师的土木水利学门 原来在做的事情其实是类似 也就是说他可能都在针对特定不同的灾害去做研究 可是防灾学门在这几年再做了一个转变 他需要去研究把后面的应用端也接续上来 这个好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今天做土石的研究 我必须要去了解在地的环境跟他后面 我可能要如何去减低后面 不管是我今天针对医疗机构也好 针对社区也好 他要有一个受众 我们必须清楚这个受众 然后来一接续他可以怎么使用我这些资料 那水这个议题当然除了水利署长期就投注在这个部分 他有相关的研究以外 在防灾学门里面也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最近其实国家的几个大的研究单位 或是研究的政策主导单位是有在做整合的 那这个东西这个整合的研究必须要进到政策领域 因为台湾真的不大 你说规模来讲其实台湾真的不大 台湾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很细致 我们投注的资源其实都不比其他国家少 可是我们现在慢慢的要去思考 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台湾的山高水极 也就是我们的河道很陡 这是台湾很特别的环境 我们看到的水在中国大陆 在东南亚可能可以一流一个月慢慢流 台湾其实很快就出海 所以像这些都是台湾很特殊的在地环境 我们必须把这一块转成科技研究的能量 然后科技研究的主体再回到政策 这个循环是要被建构起来的 那当然最近科技部也有跟相关的这些 业务主管机关都有在谈合作 那我们觉得这个步调可能要再更快 因为这几年变迁的状况 远非我们之前所想象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益 因为刚才从我有提到CP值 其实有两个数字还蛮有趣的 之前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被要求要去计算 一块钱的减灾到底可以减缓多少的损失 或是可以降低多少重建的需求 那个时候我们算了一个数字 大概是一块钱的美金的投入 大概可以降低34块的损失 这个数字其实量还蛮大 那这个数字因为有点被质疑 就后面当然每一个科研的过程里面都会去需要一个基础 那最近其实有一个数字又出来了 这个数字是联合国做的 他提出来的一块钱的减灾 从前端的规划面 或是说不管从结构性的减灾或是非结构的减灾 大概可以降低至少25块的减失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数字 那不管如何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都是在前端 做的这些事情都在避免后端 我们要去抢救 去做重建的这些支出 那所以从前端来做是更有效益的 那目前的科研 的确这些投注的资源 其实很多的民意代表很多的政治人员可能会觉得说 你投注在这些好像都只是给学者在做研究 所以现在政府单位要做的事情 反而是要把这些研究转换成政策 这个是可以更具体的 也可以更快速的 我要来问一个 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面 大家还认为是相当巨大的一个难题 那就是地震 因为地震它的不可测不可预测 以及它的危害 常常是各种灾难之中 最需要平日去整备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不可测 所以因此它的相当多的 我们很难去真的来谈到它的所谓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 然后地震的上下摇左右摇 可能造成的灾害 也会在对建筑的灾害 对我们的公共设施的灾害 也会有截然不一样的情况 从国土计划这么大规模的尺度 谈到都市计划 您觉得这个地震灾害 台湾现在在整备上面 它所欠缺的概念视角或者是作为 好 对地震来讲 它其实是我们现在所面对所谓的 不确定性最高的灾害 没有人知道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 即便现在有各种不同的预测 那我们在很多的预测里面 它可以提早几秒钟 都是它认为的成就 没错 我们可能走出去都不一定来得及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地震它其实分成两大块 一大块是前端的科学研究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我怎么样透过科学研究去划定分区 去了解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可能相对风险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是一大块 现在其实台湾有在做这个部分 那个中研院的地球研究中心 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其实有在做相关的这些研究 那第二大块 我们要把这块转换给民众认知 它民众要有感 因为大家其实从921到现在 已经经历过21年 台湾的民众对于地震这件事情的认知 其实是越来越薄弱 那越来越 对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想象 其实我常开玩笑说 我们现在进到大学的小朋友 他们对921是陌生 因为他们根本还说还没有出生 那所以对地震来讲 要做的事情 反而我们要去想象的是 那个情境要开始去导入 也就是对任何的灾害的想象 其实情境思考是重要的 我们如何让所有的人知道 那个灾害情境会是什么 因为对台湾这块土地来讲 我们虽然有划定了某一些断层带 可是更多的地震灾害 可能来自于隐末带的断层 可能是我们没有掌握的 所以 但是因为我们的地震 又是我们的极高的风险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去忽略它 即便我们的可能十几二十年 都没有碰到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反而要让民众开始去想象 那个情境对我们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就包括建筑物 包括你的环境 也包括人 那对建筑物来讲 其实921之前跟921之后的建筑物 完全不一样 因为921发生了之后 政府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 对于建筑法规的修订 那对于整个环境来讲 其实我们目前的监测做的比较多 那这个其实在硬体的部分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可是对于环境跟硬体 如何回应到人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要去思考的点 有点抽象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就来自于两个部分 民众会觉得政府帮我做了很多 所以我应该是安全的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后面有挡土墙 我们看到前面有堤防 对 台湾的民众普遍会在政府做的 这个框架之下认为他应该是安全 他会忽略了 这里面其实我要有自己承担 我要有自己判断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 我必须透过近况让你去想象 可是我要告诉你 那堤防有可能会溃体 挡土墙有可能会崩坏 我怎么样在这个情境之下 来做自我保护 好那地震在摇晃的状况 我们为什么要就地掩蔽而不是跑出去 因为他可能在咬的过程里面 我往外跑就跌倒 所以很多这种情境我们在以往在做的时候 都是用太平盛世的想象去思考那个混乱的状况 我们必须把那个混乱状况重新提出来 让大家去从那个情境去思考 所以两件事情其实都在政府做的很好的状况之下 我要怎么样 政府做的不好的状况 或是他没有做不好 可是事实上他就是会发生 因为我们所有的做的这些硬体 他都有一个标准 我不可能无限上纲的保护 这里面有牵扯到我们在做风险管理 他有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 我花费的非常的大 可是他不太会发生 那这个我要不要花费这么多 还是我可以透过后端的软体 后端的教育训练去处理 所以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协助社区也好 协助学校也好 我们会导入一个很重要叫情境思考的能力 我自己因为我个人在做这个工作 我会觉得它是简单的 可是当我到社区里面 我才发现它很困难 它的困难又来这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台湾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禁忌 他们觉得你提这件事情是触我眉头 那这个就会让民众不太愿意去面对 当然这个事情在这几年好很多 因为台湾比较大规模 在推动跟社区有关的防灾工作 在这几年有比较好的进展 那台湾的民众其实慢慢的在改变它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好他愿意去面对情境了以后 他知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所以在这一阵子 其实有非常多的宣导 包括像紧急避难包 包括你如何趴下掩护稳住 这个都是在教导民众的一个宣导 可是这些宣导火灾也好地震也好 我们必须在这个情境之下来思考 他才会回应到你真的可以在那个时候 你会做这件事情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地震之后 就地震发生了当时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心态 所有的人都一样 第一个选择一定都是否认 我们听到警铃也是一样 第一个选择一定都是否认 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态 因为大家听到警铃的想法是 他应该是测试吧 对不对 他应该是误报吧 地震在咬的时候 大家会第一个想法 我应该是头晕吧 为什么旁边的人都没有动作 这个都是我们在做仿导教育的时候 要告诉你 你要及时反应的 因为这个时间都会让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丧失求生的机会 所以包括这几年有比较重大地震灾害的国家 他们其实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也就是不要犹豫 OK 该做就要做 了解 所以这个情境导入之后 民众他第一个时间 他该采取的这些动作 他该采取的反应 就要跟着出来 没有这么多时间让你去思考 我该做什么 而且他还要反应对 不是很慌乱 做错了事 对 所以在灾害管理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当你还犹豫还要想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了 OK 所以那个想这件事情 他其实我们现在在建构的是叫反射性的动作 你不是在花时间重新去思考 而是你要即刻反应 是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慢慢的 台湾的整个在面对地震的状态 从环境到人 我们要重新去组构 他不是只有程序 而是要让每一个人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有的人会很害怕 有的人会尖叫 有的人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无动于衷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那所以了解自己的反应 然后把这些反应考量进来 那告诉自己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行动 那如果有一些建筑物 他真的状况比较不好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是在921之前的建筑物 他的法规真的比较松 那当法规比较松的时候 他可以去因应的时间可能又更短 或是说他房子平时就可以看得到一些裂痕 那尤其是在柱子跟梁 这上面的裂痕 你不要漠视他 平常就该去处理 因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还是强调 我们没有忽略地震灾害的权利 因为这就是我们这块土地的一个特征 所以当民众开始对这件事情 是要稍微多一点点的想象 多一点点的注意 他就会让自己有更多求生的机会 所以对于从整个大的政府的组织来讲 政府要说实话 就是哪边可能相对风险比较高 我要讲出来 即便说我们现在对于整个断层带的测绘 还没有办法精细到可以指导建筑的一个标准 因为在空间尺度的scale 精度上是不一样的 可是至少政府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我们现在目前的科研成果到底到哪里 所以日本其实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们很清楚地告诉民众 如果南海海潮发生错动 哪边会受到什么样程度的威胁 海啸的高度会有多高 后端就是民众自己要来思考怎么样来因应 所以第一个在政府的层级 政府要说实话 把这些图公布出来 那当然我们知道后面一定会有一些反对的力量 因为可能对于要投资 或是说有一些土地使用 他可能会不希望你讲这么明白 对啊 这个其实不只影响到所谓的建商 他可能有些民众也会觉得 你让我家的房价跌了 我以后要买卖是困难的 但是听众朋友 我们可能要思考的是说 症灾他来一次 虽然很少来 但是来一次就会造成巨大的 可能是生命存续 天壤之别的差异 没错 所以当政府的资讯很清楚的时候 那地方政府你在整个都市计划 你就要去因应啊 比如说如果今天真的就是在一个 我们明显的了解 知道他的断层错动的几率可能在上升 或是说他可能发生灾害的时候 他的风险比较高的位置 这些风险 从建筑物的风险到人的风险 我们就必须要去因应 所有的建筑物的风险 他可能就是在比较高的灾害前世的位置 或是说他本身的建筑物就比较老旧 那当然政府现在有在推动 所谓的老维建筑的改善 那这个背后另外有一个很重要逻辑 叫做这些建筑物的改善 它是不是就是在灾害前世区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如何把灾害的资讯 跟都市规划的资讯 去做重叠跟套叠的一个过程 如果这两件事情没有合并在一起想 你的老旧建筑物的改善只是改善建筑物 然后给他容积奖励 盖的更高 可是他还是在一个危险的位置 所以这个过程对规划者来讲 他必须要了解 他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从风险的角度出发 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一个 反而叫做risk informed 也就是从风险认知 风险告知的这个角度来做规划 那对于后者来讲 民众自己愿不愿意 把这些事情当作买房子的一个重要思考 他可以去改变市场的力量 如果今天民众对于这件事情是重视的 大家都到那个地方会去看一下 在地的灾害前视图 去看一下这些规划设计 到底符不符合我们的耐政的标准 他某种程度他就会改变市场 大家从建商也好 从政府也好 就会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民众关心的 那再来才会到民众自己居家 有没有去做准备 所以很多的这些工作 其实要区分成不同的层级 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一个叫责任分担 对于地震这种灾害 其实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角色 那台湾其实现在有试图在面对这个课题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国家防灾日 我们有针对北中南东的可能发生了大规模灾害 要怎么去应验 其实有开始在从国家的角度在思考这个议题 那但是这个议题思考了之后 我们必须要扩大 让民众知道 他的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区域 可能的风险度是有多高 然后让民众来应应 他可以做或他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在责任分担的这个思考之下 这个听众朋友 其实杀人的不一定是地震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 我们把它交给想说政府去做就好 或者是想说我买房的时候只考虑到是不是蛋黄 但是没有考虑到灾害潜事或者是建物的坚固 这些影响到存序最关键的原因 所以这个其实是面对地震 我们从一个大尺度以及我们自身个体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一个要全面性的一个思考 这个其实是全面性要动起来的 一起来面对的 我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 我要请教街巨老师的是打造现代方舟 因为这几年的夏天热爆 全球都是台湾更是 在抵挡极端天气中 建筑物有没有超越靠冷暖气的这种武器呢 对建筑来讲 其实建筑是我们所有空间处理的最末端 他所受到的 包括各位可能都知道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绿建筑 可是绿建筑的这个本体 他其实放在不同的地方 他会受到环境更大的一个影响 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放在不同地方 与其说我们在打造绿建筑 我们倒不如去打造一个绿环境 因为建筑他的坐项 我今天都知道我要坐北朝南 可是我旁边都是高楼大厦 我风根本吹不进来 所以最近有在倡议 包括像都市风廊等等这些 其实这个很根本 原来如此 也就是建筑的本体 他其实放在不同的位置 那个在地环境才是重点 那如果我们现在一直不断的让建筑物盖起来 可是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去思考 大自然的风向 日照的位置 那在大环境里面怎么样让这些风可以进来 建筑本体要能够改善的很少 所以与其我们在推动绿建筑 倒不如我们好好来想一想 从都市规划里面 我们要不要多留设一些公园 甚至是带状公园也好 那这个带状公园跟风的方向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让风可以吹得到建筑物里面 我们要让风可以在整个建筑物里面传说的时候 建筑物的风 才会有办法带到室内去调整它的室内的建筑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尺度 刚好都市是一个中介的尺度 那都市这个尺度又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影响了周边的发展 在我们的建筑教育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告诉学生的建筑物里环境 风向到底南北向的南风北风 什么时候季节来吹 可是放到了真实环境里面 它旁边都是高楼的时候 它就不会是这样吹的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在训练学生去观察环境的能力 那试着从这个环境里面去找到一些线索 然后再从建筑的 不管是它的凹凸或是它开窗的位置 多一点去引导风可以进入的方向 这是我们目前在末端的处理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都市方舟来讲 那个方舟其实奠基在的是规划的尺度上 所以现在有几个城市开始 愿意想要去推动都市的风浪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跟构想 原来如此 可是这个东西它必须还是回到都市规划的操作 市场的操作 所以它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是 其实各县市政府都有都市规划委员会 然后委员会里面都邀集就是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 可能有建筑的有法律的或者是国土计划的 那这个借据老师您自己看 例如以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曾经在就是在六都的人口成长最多的二都里面的这个规划委员会担干过 那您自己看就是我们目前都市计划 他可能现况他的领导他的主要思维是什么 那您觉得可以怎么样调整 对于永续的概念是更好的 因为好多都市规划委员会他都沦为就是政府在拼检采 就是某位市长在拼检采的一个工具 所以就都市规划就一个一个开 然后可以一直检采好像很有政绩 但是这个不一定真的有利于如同您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大家的这个不论是影响到存续的这个安危 或者是影响到就是生活的舒适的 对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整个台湾在都市计划的操作上 从都市计划到都市设计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都市计划其实是比较大的土地使用的一个架构 都市设计就影响到它的高度色彩量体等等 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整个都市里面的美感跟围气候跟安全 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委员会 因为这两个委员会我都有参与 当然都市计划它要改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是我们一个一块土地的改变跟慢慢的进驻 可能需要20年到30年 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新的一个开发 都是这样的一个历程可能更久 但是这后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030年很长 很长 所以对都市计划的改变来讲 其实大部分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都不一定看得到它长出来 但是都市设计其实是会很快的 都市设计 如果政府愿意很直接的去面对都市设计的议题 那我们从高度量体色彩 甚至是容积的奖励容积的移转 去稍微调整一下 这后面当然很多不管是民众也好 或是财团也好 他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 他的利益有没有受损 所以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应该是在扮演一个 他必须提出一个master plan 他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的计划 必须要有一个愿景的想象之后 在这个总体计划里面去思考 谁获利 那谁可能受损 我们如何在这里面去做调节 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比较重要的 要拉高到这个高度来看 我们现在的委员会其实有点可惜 因为他看待的都是 还是在人口预估 土地使用 那我必须要多少住宅区 我必须要多少商业区 这个的一个使用 其实他经常忽略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可开发土地 已经远超出于我们现在的人口需求 那但是我们又一直不断的在开发这些土地的时候的背后 其实他就很容易流入一个经济炒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反过来讲 他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也就是对政府来讲 如果有办法重新来思考 当然这些政府首长很重要 因为这些委员会里面首长大概都占了一半 大概至少三分之一 政府官员进来的 实际长职权的 然后这些专家可能是另外一半 甚至可能少一票 对 所以专家讲的话 其实如果政府首长没有清楚的认知 他也不一定会采用 那他背后当然有很多种力量的一个 在后面的一个操作的关系 所以这些关键都还是在于说 这些政府首长对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办法去抵挡 他对外面各种力量 所对于他的冲击 那不管专家学者怎么提出来 他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政策的决策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刚才提到 不管是日本也好 或荷兰也好 这些政策决策 我们必须说他实际是有魄力的 因为他改变了原来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但后面他也必须克服很多的阻力 对啊 他们也是民主国家 其实他们不是共产专制的国家 所以他们如果做得到 事实上我们是认为这个有参财性的 是 所以政府的首长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观念 他到底愿不愿意去采行 这个其实是很关键 我常常在很多演讲的过程里面 我会提到 那有时候有一些科长成奇 就会跑来跟我说 老师你讲的真的很好 可是我们师长应该听不懂 我觉得这个科长 他很清楚点出了事情的关键点 所以我们有一批非常强的公务人员 对 这个文官把文官撑腰了 这个很重要 但是顶头大老板 这个人民赋予他权利的大老板 他的想法是什么 或许是所谓的 有没有把拍板 然后决定的那个最后的最关键的点 是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民众的力量 所以包括社区赔利 包括民众参与 然后让这些变成大家的共识 所以一个是由上而下的决策 一个是由下而上的力量推动 这个或许在台湾是两个事情要一起做 是 我今天非常感谢 明传大学建筑学系的教授 他同时也担任教育部防灾校园计划的总主持人 内政部深耕计划的共同主持人 以及行政院灾害防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非常感谢王杰鞠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谈到的是 如何在这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下 打造现代方舟 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从国土计划的角度 然后还有都市规划的角度 甚至到单一建筑 以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行政的整体 目前的价值思维到底是什么 那又要如何来改变 可是说到头 其实在民主社会里面 人人都是总统的头鞋 你就是县市首长的头鞋 所以这个改变呢 与其我们说来期待 他们能够为我们做出一个 这个whole picture 整体蓝图的这个愿景 倒不如说其实听众朋友 我们在透过这个节目 也透过各位听众朋友 您自己对于您下一代 生存环境的想象 事实上我们这样子的愿景 想象了解关心 都可以对政策做出巨大的影响 陈伟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 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了 拜拜 拜拜